我要和武汉在一起 无论如何要坚持到底 感动所有白衣天时日的勇气 为了所有人们而努力 唱歌的人名叫吴明峰 是一名台湾同胞 他与七名同伴1月20日前后陆续抵达武汉 原计划筹备当地农历跨年灯会的小吃展销 不料三天后封城消息落地 吴明峰一行被困江城 得知此情况 地方台办与社区工作人员 三番五次上门询问情况提供帮助 滞留武汉两月有余 他们从抵汉工作的外来者 到成为武汉开发区薛峰社区志愿者 八名台湾身份因新冠肺炎疫情悄然转变 吴明峰称 大家曾热切期盼回家 现在都想留在武汉 在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们这边有两三个人 因为家里有小孩的 然后还有慌张的 其实心中也是很不安的 他们是非常想回去的 大部分的人他们想回去的人 到了后来我们接受了政府单位的救助以后 和帮助以后 然后看到很多全国的那个 那个医务人员还有政府为人民所做的一切 然后于是我们就觉得说要 我们也能做些什么是吧 然后我们就联系了当地的小区的书记领导 然后请他们帮我们安排志工的工作 然后他也很快帮我们安排了志工的工作 从那个时候开始 大家都不愿意回去了 为人数锅外的社区居民运送菜 药包裹看望独居老人 于封控点为居民测体温提供简易理发服务 八名台包封城生活一刻不得闲 因为我们是觉得说现在在疫情这么辛苦的情况下面 那我们都也是困在这个地方 那尤其是那个时候我们接受到了一个政府的一个关心 关怀跟支助那个协助 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利用我们自己的时间 反正也是隔离嘛 也是哪里都去不了什么事也做不了 至少我们可以做一些对大众有帮助的事情 社区居委会委员魏双霞说 一些居民得知志愿者是台胞 惊讶之余也感叹果然两岸是一家亲 还有人甚至邀他们疫情过后上家吃饭 为双霞谈道台胞加入志愿者队伍 让社区工作者感到 前期同他们的沟通服务是有价值的 这些台胞对于武汉的态度 在过去两个月发生180度转弯 也体现出大陆社会对台胞们的吸引力 他们的加入呢 让我们就是作为我们社区层面 我就觉得我们的工作有意义了 我们还是两岸一家亲 对对血浓一水 刚才那个年纪比较大的那个台胞 还跟我说想申请一下办台胞居住证 就是说想长期的留在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